我主要的是一个关于中药如何用AI、大数据和现金制造的技术 改造我们中药传统的产业,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,高质量的发展 如何用AI技术、用大数据、用现金制造 特别是一些个传感器的技术 能够用到中药生产制造上来 使我们整个中药的在生产过程中全程可质量监控 全程可溯源 把中药的制药水平能提到数字化的制药水平 达到现在先进的制药水平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工作基础 在全国近十几年建了十几条线 所以这次我提出来就以后 希望这国家从有些制度方面 从科研、从药品监管、从布局这方面可以支持 让中药这种传统的产业能够升级到现代制药水平 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药 同时通过制药水平的提升 也把重要的现代科技水平得到提升